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 负债的相关考点 第一个短期借款 说明企业预提短期借款利息 会计科目正确的有哪些 来思考一下 我们企业接了一笔款项 借银合存款待短期借款 然后合约规定 我们是按月计题利息 到期一次还利息 同学们 因为利息是在未来这个试点还 但是我们每一期每个月末 产生支付利息业务时 我们就要把这个利息预期认 我们贷 应付利息 借什么 借财务费用 因此这要题选什么 选择币和地 难度不是很高 但是呢 这种题目也有坑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坑 2021年最新的一道整题 说我们企业向银行借了200万 期限是6个月 年利率4.5 到期本金偿还 利息按月计题按计支付 第一个问题同学们 咱们一年的利息多少钱 请回答 一年的利息是不是200万乘以4.5 那我再问你 一个月的利息多少钱 一个月的利息是不是200万乘以4.5 这是一年的利息 然后呢 我们再乘以12分之一 是不是咱们一个月的利息多少钱 是不是7500块钱啊 来 那一月我们在7月31号的时候 7月底的时候 我们要借财务费用 带应付利息 8月底的时候 进行同样的账务处理 借财务费用 7500 带应付利息 但是同学们 请回答 9月份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 9月份的时候 我们9月的利息要预议确认 9月的利息多少钱 也是7500 因此 借方肯定有财务费用 7500 因为一个月的7500 有200万乘以4.5 再乘以12分利息 7500 我们7月份 8月份都确认了 应付利息 7500和财务费用 7500 而9月份 也需要确认财务费用 7500 但是同学们 再订阅一下 我们这个利息是按计支付 也就意味着 我们在9月底的时候 要把7,8,9三个月利息 通通予以支付多少钱 7500 乘以3 是2200 我们要带银行存款 2200 而我们在7月底 8月底确认的应付利息 是不是没有了 有钱给了 应付利息予以节转 一共多少钱 7500 乘以2 应付利息 同时这个借方也要确认 当月9月份的财务费用 这里的坑市 同学们可能会在9月份 还确认应付利息 因为没有必要了 因为9月份的利息 当月直接付掉了 为什么要确认负债应付利息呢 这个题选择B 2021年的中题 这里我给同学们打一个保票 2022年 这个题还考一模一样 他把这个金额 换成个100 把这个月份换成12个月 然后呢 利率给你换成5% 然后呢 这里按计支付不便 或者说按成半年支付 然后考同学们的一个账户处理 不信我们考厂商界 同学们 2020年闭考 就这个题 仅仅把数字给你换一换 你们只需要知道 在我们支付利息的那个月 按计支付 一定要不要确认我们的应付利息 因为直接支付了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还是2021年的一个题 因为咱们是多批次考试 同学们多批次 14个批次 来看一下2021年 另外一条卷子当中一个题 说咱们借款 也是7月1号 你看 命题人连时间都不改了 7月1号 这还是7月1号 然后呢 命题人 把刚才200万改成了 60万 那期限6个月不改了 年利率 他从4.5同学们 给你改成4 然后呢 按月季提 按计支付 本金一次上还 问同学们 9月30号 该怎么进行这样处理 首先 9月底的时候 我们要付3个月的利息 一个月的利息是2000 三个月利息 多少钱同学们 三个月的利息 应该是6000 我们代银行存款6000 同时呢 我们7月份 8月份 分别确认了应付利息 20002000 一共4000 我们予以解转 解转 我们9月份 也要确认 当期的利息费用 就到财务费用当中 也是2000 我们2000怎么算的呢 是用60万 乘以4% 然后呢 再乘以12分之1 和刚才题目是一模一样 也是2021年的考题 2022年还是这个题 命题人绝对不会动的 因为这个考点 就这 就这个地方 非常值得考察 别的问题 不难 他不能说考 考同学们说 借入借款时 怎么写分路 借银行存款 在短期借款 你这意义不是很大 来 我们看下一个考点 应付票据 刚才讲完了 短期借款的一个核心考点 考察的就是同学们 具体利息 和我们按计支付 月底支付利息 以及确认 当期财务费用账用处理 这是短期借款的核心考点 2020年必考 来看应付票据 第四题 下这个项中 应付票据 会计处理表述 正确的那些 A是正确的 说我们开出一个商业汇票 这个金额就确认为 应付票据也没有问题 B选上说 我们且有个银行成对汇票 到期了 没有支付 我们该变成什么 那应付票据应该变成 短期借款 因为银行成对汇票 如果说到期我们没有付钱 银行会帮我们 把这个钱给支付掉了 然后相对于我们 欠银行的钱 短期借款 不是应付账款 那什么时候应付账款呢 咱们 无力支付的是 商业成对汇票 到期没还钱 相当于我们欠免的钱 我们就要应付账款 这个货款要支付 那我们找银行 帮我们成对汇票 给我们做担保 这个担保费用 要进入到财务费用 相对融资费用 因为没有银行给我们担保 我们买这批货物 就要去花现钱 现在有银行担保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周期 有一个周期可以先不付钱 我们的现钱不就可以 用在别的地方吗 相当于是一个融资费用 所以说我们进入到财务费用 综上我们这要提A证券 2021年的一道真题 难度也不是很高 都是非常基础的 应付票据的一个内容 而且我们的BCD 这三个选项对应的内容 是我们应付票据的核心考点 2020年B考 它就给你鱼木混猪 把短期借款换成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换成短期借款 财务费用给你换成管理费用 没了 坑也就这些 不信 我们再看到真题 也是2021年的 说明企业有一个无力支付的银行成对汇票 同学们 没钱还 转到哪里呢 转到应付账款吗 转到应付收入吗 转到其他应付款吗 转到地呀 短期借款 因为银行帮你把钱还了 它肯定追在你屁股会不会要钱 我们把钱还给银行 要确定一项负债 这个负债叫短期借款 所以银行把钱借给你 你去买的商品 第六题 下一个课想中 企业通过应付票据科目核算的有哪些 当我们企业开出商业汇票 也就是商业成对汇票 银行成对汇票时 我们要确认应付票据 我们的A 正确 B 按购货合同以转账支票支付货款 来想想 小姐小道是在第三章给大家讲解的内容 我们在学习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时 我给同学们敲黑板 讲了几个重点内容 考试的时候 看到支票 就把等同于 银行存款 这是我们初级货书 这本课 看到支票 就是银行存款 所以说 B选项不正确 那考试的时候 咱们看到 成对两个字 同学们 考试的时候 一旦看到成对两个字 我们就肯定不确认其他货币资金了 银行本票 银行汇票 我们且如果说开出 这叫其他货币资金 但如果说 不是汇票 不是本票 只要带成对 我们就把它确认为 应收票据 或者说应付票据 这些不要搞混了 第三个 我们签发银行成对费票 首先银行成对费票 你明白 这个是应付票据 手续费就到财务费 D 用信用卡支付的商品财购款 同学们看到信用卡 就想到我们之前 课程当中讲过的 其他货币资金 我们且把钱 分到信用卡里 这个钱就不叫银行存款了 叫做信用卡存款 我们照题 D也不正确 它是通过其他货币资金 核算 综上的照题 只有A选项 通过我们的 应付票据 予以核算 B是银行存款 C也是银行存款 然后呢 进入到财务费用 D的话 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其他货币资金 这是第六题 来我们继续 第七题 说明起 有一个商业程度费票 到期了 没付钱 请问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要把这一个应付票据 转到哪里呢 转哪里 银行程度费票 转短期卸款 由于侠款给银行 但是呢 商业程度费票 前面给我们转到 应付账款 当中 同时 我们账务处理是 借应付票据 因为负债这个负债没有了 借房借转 待应付账款 最后一条题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C 和D 正确 连看三道判断题 第一个 企业应偿付的银行程度费票 到期无理支付 应当将应付票据的账面余额 转为短期借款 2018 19年 选择题 对不对 对呀 刚刚讲过 刚刚讲过 第九题 我们企业 购买员材料 支付银行程度费票 通过应付账款核算 我们企业开出一个银行程度费票 我们通过应付票据核算 我们直接刷脸 对吧 直接刷脸 啥都不给 这叫应付账款 我们刷不了脸 给了一个凭证 这个就叫做我们的应付票据 第十个 我们企业 因为申请银行程度费票支付的手续费 就到财务费用正确 同学们 应付票据也是2022年初级会计15 考试当中 必可的考点 就几个坑 我给你梳理一下 第一个坑 银行程度费票到期了 转的是短期限款 费程度费票到期了 转的是咱们的一个应付账款 商业程度费票支付的手续费 就到财务费用 以及我们什么时候 通过应付票据坑部核算 企业开出商业程度费票 银行程度费票 通过应付票据核算 其他的都不是 这就是我们应付票据考点 2022年必考 最后是两分 也没有什么难度 不像长头 学习真的很重要很难 分不好难 但这个分就是送过同学的 你课后多加复习 多看看 不要搞混了 第一题 如果说咱们企业有一个应付账款 不用还了 同学们 这个钱不要给了 请问该怎么办 把应付账款给截屏 借应付账款 那带什么呢 原本买一个商品 对吧 应付账款100万 结果这个钱不用给了 你甭管什么原因 这15桩的问题 咱出去不考 这钱不用给了 现在是为咱们白嫖了一个商品 对于其来说 属于经济利的流入 对吧 要记录到利润当中 哪有指标呢 肯定不能记录到 主任有收入呀 这个收入没有关系 记录到 营业外收入当中 到底选择 A正确 下一题 说下列哪些事项 通过应付账款的科目核算 就我们企业购买商品的这些款项 第一个材料款 进入到应付账款 第二个 应付债券的利息 债券代表就是我们企业借别人钱 借别人钱应付的利息 不是应付利息科目吗 不需要通过应付账款核算 非应付存入保证机 我们应该就哪里 好想一想 那我们看下一个 应付租入包装物租金 应付租入包装物的租金属于我们的一个其他应付款 这条题我们先看一下选择A正确 原因在于事项A就属于应付账款 事项B属于咱们的一个应付利息 事项C的话是我们企业 应付的一个囤入保证金 要账给别人 D呢 我们应付一个包装物租金 这个属于其他应付款 A正确 来看下一题 这个题呢和我们刚才那个题是一模一样的 说咱们这个应付账款不用还了 那我们就哪里 同学们这个题就哪里 钱不用还了 营业版收入 2022年币卡 这个同学们可和我一定要好好的记住 必考的一个题目 这是应付账款的一个核心考点 来看第五题 还是和刚才那个题一模一样 说咱们这个钱不用还了 怎么办 就到营业版收入 所以说咱们2017 2019的 真题都是错误的 而2020呢也考这个题 说就到营业版收入 对的 第五题 也是应付账款 说这个应付账款 咱们不用还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就到营业版收入 所以说是错 对 对 这种题目不是很难 咱们重点就是什么 应付账款这个考点 2022年币考的就是 钱不用还了 我们该记入哪里 应付利息和鼓励 同学们 二 下列个项中 关于应付利息科目 表述正确哪些 企业开出银行成对费票 支付的手续费 就到应付利息的借房 对不对 我们支付手续费 代银行存款 借财务费用 不涉及到应付利息 借房应付财务费用 A选项 错误 B选项 应付利息 它是一个负债类科目 负债类科目 代方是负债增加 借方是负债减少 如果期末 我们实在代方有余额 意味着我们存在一笔负债 我们就是应付而未付的利息 所以说 B正确 C 按照短期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的应付利息 我们应该就到 应付利息 借方 科目 对不对 我们应该计算应付利息 是借方 应付利息产生的时候 不是贷方产生 借方减少 因为它属于负债 所以说我们的第三个也不对 它应该是贷方 贷方 而第四个 我们企业支付之前确认过的应付利息 把钱付掉了 应付利息减少了 贷银行存款 借应付利息 综终上这个题 B和D正确 A的话 要进入到财务费用当中 而C的话 我们应该进入到应付利息的贷款 再看一题 说我们企业要既提借款利息 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题之前也讲过 既提利息 我们要贷应付利息 借财务费用 按月计题 什么时候支付 根据题目来讲 有可能按计制度 有可能按照季度来支付 有可能按照半年度来支付 有可能是我们到期之后才支付 支付的时候 我们再贷应付付款 借应付利息 所以这两题我们选择 C和D正确 第四题 下这个想中 股份有限公司 应该通过应付利息科目 核算的哪些 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应付 鼓励 不是应付利息 应付鼓励 来核算的哪些 我们企业宣告发放 现金鼓励时 要确认应付利息 实际发放应付 鼓励时 要解转我们的应付利息 分别的会计科目是 宣告发放现金鼓励 是借利润分配 带应付利息 利润分配是随了权益 在建方是减少 现在有我们企业的 比减少了 去哪里要呢 变成一项负债 要付给我们的所有者 而支付利息时 借应付利息 带应付存款 来截转 这题选择 A和C证券 而股票鼓励 宣告发放时 不进行账户处理 实际发放时 我们借利润分配 带股本 它不涉及到应付鼓励 也会在后续章节 详细讲解我们的股票鼓励 相当于我们 企业盈利了 不给所有者发钱 发什么继续发公司的股票 这就是股票鼓励 但是股票鼓励 不涉及到所有的权益的 一个变动 连续看三道判断题 第一道 向投资者宣告 发放信息鼓励 我们在宣告时 应该确认为一项费 宣告发放信息鼓励 这个账户处理是 带应付鼓励 借什么 借利润分配 是直接从所有者缺业当中 给所有者发 钱 不涉及到我们的一个费用 收入费用和利润 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 产生的各种事项 而我们这个利润分配 和经营活动无关 这是一个分配活动 是把钱赚完了 给你分钱 所以说不涉及费用 A错误 第二个 我们确认的股票鼓励 应该通过应付鼓励 科目来核算 通不通过 不通过 宣告发放时 不建议账户处理 发放时 借利润分配 带股本 这个科目后续奖 再就会发现 它不涉及应付鼓励 只有现金鼓励时 才涉及我们的一个应付鼓励 第八题 企业董事会通过的 利润分配方案中 你分配的现金鼓励 不需要进行账户处理 对不对 我们利润分配方案 说要给股东发钱了 但是这里是董事会通过的 董事会通过的 你发放的现金鼓励 是无需进行账户处理的 我们要股东大会同意了 才可以进行账户处理 董事会是一个执行方 我们敲定方式 是股东大会 所以说我们的第二题错 第三题正确的 不需要进行账户处理 这是应付利息和应付鼓励题目 同学们会发现 这类题目往往会结合什么 结合我们的短期借款 来一起考察同学们 总体来说 这个重要性 没有我们前几个考点重要 第四题 下这个项目中 应通过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 A 应付存入保证金 B 应付供货单位 应付职工防暑教温费 D 应付股东现金股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B B选项 应付供货单位的货款 我们是应付账款核算 应付职工的防暑教温费属于职工福利 应付职工薪账核算 而B选项 应付股东现金股利 我们通过应付股利核算 而B选项正选 我给你总结一下 刚才可能讲差了 我把这个保证金的事情 再帮同学们从头到尾捋一遍 假设假公司 同学们是我 我们是假公司 我们购买了一批商品 从乙公司那里 然后乙公司说 要不要包装物 我可以租给你 然后我们假公司说 好的 我付这一个租金 但是乙公司说 你们想要这批包装物 你必须要把 你必须要给我一笔保证金 同学们 存入一笔保证金给什么 给我们的一个乙公司 那这个保证金 其实就是咱们的一个 其他应付款核算 这个考试也是一个散考点 考试的时候要捋清楚这个保证金 你到底是应付还是应收 这个是有差别的 看一下 来看这个体 在这里 看这个 应退回出租包装物收取的一个押紧 同学们来对比一下 这里视角变了 同学们 这个视角变成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个乙公司了 我们乙公司把这个包装物租给了假公司 他收取了一个押金 这一个押金请同学们回答 我们应该确认为什么 应退回 押金还不是你的 他也是其他应付款 你站在乙公司视角 他收到一笔钱 他收到了一笔钱 这一笔钱要退给假公司 是一个负债 其他应付款核算 看一下C选项 应该支付的短期租赁的一个租金 这是一个负债 他也是其他应付款 B和C 而A是什么 A是应付鼓励 D是什么 D是购货方带店的一个月杂费 我们应该选择B和C 第六题 下列课项中属于企业其他应付款 科目核算内容哪些 第一个应付股东的一个鼓励 同学们 应付股东鼓励是应付鼓励来核算 不通过什么 不通过我们的其他应付款 B 应付供货方带店的一个运费 带店的一个运费 我们应该是应付账款 应付租入包装物的一个租金 同学们 我们租了一个包装物 要付租金 这个租金是什么 这一个租金是其他应付款 应付客户存入的一个保证金 来同学们看一下 这个是应付存入保证金 这一个变成应付客户存入保证金 这有什么区别呢同学们 这里多客户两个字 有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呢我们站在以公司的一个视角 假公司给以公司一笔保证金 假公司的客户 那请同学们回答 站在以公司视角 这笔保证金属于谁的 是不是属于客户假公司的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保证金 支付给假公司 未来的某个试点 所以说它也属于其他应付款 这要题选什么 选择C和D准确 A分别是应付鼓励 B是我们的应付账款 第六题 而第七题 同学们发现 这一个考点来来回回考你 都几道题了 有十几道题 在过去几年 所以说其他应付款 是我们初级考试重点 2022年B考 题目都告诉你了 A 租入包装物应付的租金 咱们企业租了包装物 对吧 要给别人付租金啊 那这个义务是什么 同学们 这一个义务是 其他应付款呀 是负债 B 根据购销合同 收到的一个货款 别人给我们的 定金同学们 我们就哪里 我们就到 预收账款当中 或者说合同负债 这个后续学 但是呢 不通过其他应付款合算 来看一下 通过购销合同 收到的一笔钱 这笔钱对起来说 也是一笔负债 但是呢 我们有单独的科目合算 其他应付款是一个垃圾桶科目 把其他类的应付款全放进去 但是这一个事项 人家有专门的科目 预收账款 或者说合同负债 所以说 B不选 C 根据法院判决应该支付的委员金 这是一项负债 应付款 它属于垃圾桶事项 我们把它就在其他应付款当中 D 租入包装物支付的一个押金 来 租入包装物支付押金 这个要同学们 注意了 这一个押金 我们已经付掉了 我们想租一笔包装物 这个押金已经付给地方了 不是说没有付 同学们注意这个用语 不是说钱没有付 就是说我们欠编的押金 当然是负债 这个押金给别人了 100万给你了 贷印和存款 这时候借什么 明确一下 这个押金我们付了 未来要 要干什么同学们 未来要收回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押金 保证金付过了 对于我们前来说 付的这笔钱 所以说付的别的钱 还属于我们 我们应该确认为 其他应付款 这个坑你好好去贫一贫 你看这个钱付没付 这个押金保证金有没有付 你没有付 不就你欠别人的吗 欠别人的肯定是负债 但你付过了这笔钱 懂得行吗 付过了 我们未来有权利收回它 押金啊 保证金啊 把事情办完了 你要还我呀 我们应该产生了一笔 收取款项的权利 这就是其他应收款 所以说考试的时候 你看一看 这一个押金 首先明确是视角 这个押金是你付的 还是收到的 你收的这笔押金 是负债 你收到的是负债 你支付押金 那就权利啊 好想一想 这要提到A和C 因为这个D的话是通过 我们刚才说的其他应收款 这个钱已经付过了 他没有说还没付 我看刚才还没付的 我看刚才有没有讲过这个题 来 来一下看一下 这是刚才这道题 我们已经讲过了 说应退回出租包装物收取押金 这里是我们的主体是 收到押金的企业 我们收到这个押金了 别人把钱给我们了 同学们 我们未来把这笔钱还给别人 情况劝什么 劝什么 这个事件劝什么 是不是其他应付款啊 这里必须要就正确了 有押金两个字 看一下 应退回的押金是其他应付款 而我们刚刚看这道新铁 是咱们支付的 不是收到的 选什么 选择A和C 一个B的话 刚才讲过了 是预收账款 和合同负债 D的话是其他应付款 第八题 下列可想中 通过其他应付款 科目合成哪些 第一个 我们租一个东西 短期租赁 我们欠编这个租金 这个租金首先属于负债 我们通过什么科目合算 其他应付款 正确 第二个 我们硬术租金 按照合同 我们租的是包装物 我们租的是包装物 同学们 包装物这个租金 我们就哪里 也是其他应付款 这个包装物 这个租金 我们换一个视角 那出租包装物给我们这个企业 我们把租金付给他了 他确认什么 同学们 就租给我们这个包装物的 这个企业 他收到我们这个租金之后 假如我们挣给他了 他要借银行存款 带什么 有没有印象 带什么 之前科生讲过了 带的是 其他有输入呀 我们把包装物租给别人赚钱呀 其他有输入 同时呢 也把包装物的成本 找到哪里 找到其他有成本呀 二者相对比 那如果说 对方把这个包装物免费给我们使用 我们是不是没有这个租金的过程了 那请问同学们 这在对方的视角 他把包装物免费给我们使用 这个包装物的成本要转到哪里 还转到其他有成本吗 还转到其他业务成本吗 不是的呀 对方免费给客户使用包装物 没有收钱 是说吐成交易 所以说这笔钱应该就到 包装物的成本这笔钱 应该就到销售费 真的很绕 就出击不难 但有几个点热热热去 我上课都容易讲运 所以说你们客户的时候 多履一履 多履一履 特别是和包装物相关 对吧 什么租金呀 还有免费不收租金呀 还有出借呀 对吧 出租出借 各种事情 好好去捋一捋 多看看讲运就好了 第C 我们既提的住房公积金 应付责 应付职工薪酬 不属于其他应付款 D 提前解除劳务合同 劳动合同吧 应该值得给呃 给员工的补偿 也属于其 应付职工薪酬 这两个 这两个应付款 是有专门科目合算的 不需要走垃圾桶科目 那两个科目就是 应付职工薪酬 A和B正确 来第九题 有没有发现 其他应付款题目太多了 2022年必考 就考这个题目 分能不能拿到 就考同学们 课后有没有好好复习 A 应付生产车间外购电费 我们企业买电 从电厂买电 没给钱 通过什么科目合算 应付账款 B 支付给临时 雇佣职工的工资 有照明的科目合算 什么 应付职工薪酬 D 那C 我们企业租了一个设备 短期租赁 就租几个月 这个租金 通过什么科目合算 其他应付款 D 我们企业租了一个包装物 这个租金没有给 我们这个租金 确实为什么 其他应付款 选择C和D 第十一题 下载感想中 通过其他应付款 科目合算 有哪些 A 购买商品时 发生购货方 垫付的一个运费 咱们买东西 卖家帮我们把运费 给垫付了 听同学们 这个运费 你要不要还给别人 你要不要和货款 一起还给别人 要不要 肯定要呀 所以说 别人垫付的这个运费 通过什么科目合算 应付账款 不通过其他应付款 那存入的一个保证金 让同学们 存入的一个保证金 这里呢 由于是考生回忆的一个题目 这个存入保证金 我估计可能选项 有个个人对一个信息 考生没有回忆全 这里有个同学 一个小技巧 一旦的存入存入 你就站在收到这一笔保证金的企业来分析这个题目 假设一个选项 他什么都没说 也没说是谁付的 谁 对吧 谁收的 他就说存入 我们就站在 你就收到这笔钱 收到这笔钱的公司来分析 别人给你存入了一笔保证金 请问同学们 这笔钱 你要不要还给别人 要不要 要不要 就你们企业现在存入了一笔保证金 在你们账户里 别人给你们的 这个保证金肯定是 对吧 为了担保某个事情 如果你自己让自己担保 你肯定不要给自己付保证金 所以说你一旦存入保证金 肯定别人给你了 好的 别人给你保证金 为了要还给别人 其他应付款 那如果说题目说是存出保证金 同学们 存出保证金 我们且让别人帮我们担保一个事情 我们把保证金给别人了 存出 存出 出吗 我们且出去 这笔钱 请思考 还是其他应付款吗 存出存出就是其他应收款了 B正确 C 我们应该支付的违约金 或者说什么罚款 都是通过其他应付款核算 D 带电职工家属医药费 我们有个职工生病 他真的没有钱 对吧 说让企业垫付一下 我们带银和存款 这个钱划走了 给员工了 去看病了 请问建方是什么 请问 同学们 你把这个钱给员工垫付 员工要不要把钱还给你 要不要 都说是垫付了 他没说白给 如果说我们为了抚恤员工 对吧 给他支付了医药费 这个东西就不是垫付 钱就收不回来了 也不用确认 也不用确认什么资产负债了 钱都花掉了 那么直接 比如说这个员工是一线生产工人 我们把这个钱就不到生产成本 管理人员就不到管理人员费用 那这道题 垫付 钱会收回来 所以确认一下资产 就多其他应付款 综上照题BC是正确的 A是接触到应付账款 C是接触到我们的其他应收款 还有第十一题 下列科项中通过其他应付款 科目核算于哪些 第一个收到的押金同学们 收到 你把东西租给别人 别人给你押金 但押金我来还给别人 所以说我们收到的押金是什么 是其他应付款 A正确 B应该支付的职工福利费 应付职工薪酬 专门科目核算 采购材料的价款 应付上款 D应该缴纳的教育费付加 这是一个税 像税务就讲的税 同学们是应交税费 也是有一个专门的科目 核算我们企业交的各种税费 综上我们A是通过其他应付 其他科目分别是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账款 以及应交税费科目 核算 咱们继续 第12题 又是这个题 同学 我们连讲十几题了 2022年 我估计14个批次 每个批次都会有这个题 你给我保证行不行 咱们把这个题做对 真没有多少坑 来又会回 就这几个选项 你来看一下 预收 预先收取的出借包装物押金 同学们 我们把包装物借给别人了 没收你钱 我们没有收钱 免费借给了客户使用 但是我说客户呀 租金都不问你要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押金 客户说好吧 你也很张义 我也张义 给你个押金 然后把押金给我们钱了 但是呢 等客户把包装物还给我们之后 这一个押金 咱们要干什么 要退给客户 所以对钱来说属于什么 属于一项负债 其他应付款 A正确 B 应付的租入包装物租金 我们一起租东西 要付租金 这是项负债 确认为什么 确认为其他应付款呀 负债呀 C 应该支付的材料 采购运费 应付账款 好多遍啊 D 应该支付的利息 应付利息 又看了好多遍啊 这题选什么 选择A和B 第12题 其他应付款题目 因为历年真题太多了 太多了 每操卷的例 都有这个题目 它是我们这张 最大一个重点 从考试来说 B考 考试题型单一 而且不难 这个分数就专注了 就是那个 考官送给各位同学们的 第13题 还有 我都快讲不动了 下列各项中 企业应通过其他应付款 可不合算的 有哪些 A 采购原材料 应付给供货商 给我们垫付的运费 供货商给客户垫付运费了 这个运费 咱们作为客户 是不是要还给别人 和货款一起给他 所以说是应付账款 不通过其他应付款合算 代扣职工个人承担的 一个社会保险费 这个选不选 爱同学说 老师 你看 这笔钱要不要 确认为其他应付款呢 我给同学分析一下 假设职工的工资 有1万 但是到职工也需要去 缴纳无险一斤 有一部分无险一斤 比如这个社保 是职工自己付的 然后呢 我们企业把这个500块钱扣掉了 剩下9500 假设发给员工了 同学们请思考 我们先手上有500块钱 这个是职工工资里扣的 但是呢 我们企业有义务 把这500块钱交给谁 交给社保局 来 带我们企业扣员工 这500块钱的时候 是不是产生了一个义务 这个义务呢 不是向员工支付一部分款项 而是向社会保险局支付 社保 请问同学们 确认什么 是一项负债 它也属于垃圾桶 事项 没有给这个事项 单独开一个会计科目 那去哪里呢 就去我们的其他应付款 正确 C 出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 我们收到的押金 收到的押金 我们为了还给别人 也是其他应付款 这个好多遍了 D 哇 采购应材料价款 应付账款 所以说 AD错误原因是 AD通过应付账款 项目核算 而BC 都是其他应付款 项目核算 13题 没有了吧 没有了 通过我们这几个 题的讲解 你会发现 负债篇 每年都会出题 而且考试 题型非常单一 就我们讲的几个 短期借款 每年必考什么 同学们 我闭着眼告诉你 短期借款 2022年 在考试当中 你们绝对会遇到一个题目 我说 让同学们编写一个 我们记题 这一个借款利息的一个分路 包括呢 我们按记支付 哎 结果正好记末 你该怎么写分路 百分之百考他 然后呢 我们这个应付票据考什么呢 应付票据百分之百考 商业程度会票 到期 不还怎么办 银行程度会票 到期不还怎么办 银行程度会票 这个担保这个钱 我们支付这数据费 就哪里 应付票据 必考 应付账款 我闭着也告诉你考什么 就考这个应付账款 哎 还不了了 不用还了 我们怎么办 转到我们的一个 营业外收入当中 那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 必考是什么 这个应付利息 往往就是 就是结合短期借款 一起考你 而应付股利 每年必考 就是咱们这一个 和股票 股利的一个混淆 股票股利 不需要通过 应付股利和目合算 宣告时不处理 发放时 进行借利润分配 带股本 这是后续章节的内容 这是应付账 应付账款 必考内容 让其他应付款 同学们 我就问你们 2022年 其他应付款 考点 必考什么 咱连续做十几道题目 你看下 十几道题 每道题都不带换样的 每道题都不带换样的 你想一想 都不换样 他考什么 肯定考这个 对啊 我们这个第一题 我再给同学分析一下 第一题 刚讲的时候 看这保证金 非常容易绕 第一个选项 要不要确认其他应付款呢 首先是要要的 这里是应付 存入保证金 因为是网友回忆的题目 就是可能有一些别的信息 并没有放进去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考试的时候 可能是非常清楚 说是假公司 义公司什么的 在这里 应付存入保证金 你跟我思考一下 咱们这样理解 假设 以我现在讲的为准 假设 对方给我们企业 存入了一笔保证金 这一笔保证金 未来我们要还给别人 你可以这样理解 应付存入保证金 我们站在这一个 收到保证金这一方来 理解这个问题 就非常好理解了 因为我不知道 这个保证金到底是 应该支付方 没有支付的时候产生义务 还是说我们收到之后产生义务 这个不确定 但是我现在跟你 按我们的一个通用的视角 我们且收到了保证金 别人存入的 结果我们是不是有义务 要付给别人 所以说这里是 应付存保证金 也可以这样理解 它也属于应付账款 最后前来一遍 这个题目都是网友回忆版 所以说信息肯定不全 可能少几个关键词 题目的意思就变了 好 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